南加华人30年史话英文版发行仪式在圣盖伯西尔顿酒店盛大举行。南加华人文史保存基金会发起人,前洛杉矶北美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陈石美和主持英译版工作的金融家林日生苦心经营功不可没。 南加华人30年史话英语版包括电子书和印刷版两种,由侨学界数十人参与,耗14年共17张,其中有1300多张珍贵的历史图片,800多万字记载了南加各界华人华侨开创奋斗拼搏的移民历史,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历史价值。 南加华人文史保存基金会来订阅。 我们的销售电话是626-573-8485。 关大传承《南加州华人30年史话一书》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华人编创的区域性华人史料类的纪实版巨著,是一本非常值得保存的史料书籍。 今天就是好像我拿博士,今天是博士的毕业典礼。 为什么呢?四年的版科,你做了很大量的工作,一百万字,一千多个图片,八棒多的书,把这个转成英文。 然后呢,给我们后代,全世界能看到我们中国人的成就,这四年的感觉,就好像做一个博士的研究,现在终于拿这个奖了。 我们一趟领导的这个工作呢,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它给我们提供了整个南加州的一个一段历史,而且把这段历史,不仅我们南加州的人可以看到, 而且华人,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能看到,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从图书馆的角度来说,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资料和工具书性质的东西,对于一个地区的了解就变得会非常的艰难。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洛杉矶采访报道。